嗨大家好,我是罗斯 使用线程,我们可以并发的在各个CPU核心上执行任务 最大化CPU的利用率 但是线程也可能导致各种奇怪的资源竞争问题 相信大家一定都看过这个经典案例 用不同的线程去更新同一段内存数据 比如这里我们总共创建10个线程 每个线程累加这个数字100万次 运行程序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1000万 实际显示的数字可能会比它小很多 并且每次输出的结果还都不一样 这些视频呢,我会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及各种常见的线程同步机制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这段程序 其实问题就出在数字累加的这行代码上 虽然我们在程序中简单的写作N++ 但是当程序被翻译成机器代码时 N++其实被翻译成三条不同的机器指令 它们分别是 将内存中的数据加载到CPU的计存器 EAX中 然后将EAX中的数据加1 最后再将计算结果写回内存 换句话说,我们这里的N++并不是原子操作 原子操作指的是不能被继续拆分 或者被其他操作打断的指令 这里顺带解释下 计存器是CPU内部的小型存储器 用来临时存放计算数据 CPU中的运算都离不开计存器 它们的容量非常有限 但读写速度会比内存快很多 回到刚才的代码 如果不同的线程按照顺序一字执行 比如线程A先将数据5读入计存器 然后加1得到6并写回内存 随后线程B再将数据6读入计存器 加1得到7并写回内存 这样没有任何问题 但问题在于线程是并发执行的 可能线程A还未将累加后的数据写回内存 线程B就已经开始读取数据到计存器 这样线程B会读到修改之前的旧数据 最后的结果是数据只被累加了一次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线程资源竞争而导致的数据不一致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对线程进行同步 也就是让原先异步的操作 依次有序的执行 而锁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一种 也是最最基本的线程同步机制 它的概念非常简单 在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线程可以获得锁的拥有权 此时其他的线程只能干等着 直到这个锁被持有者释放掉 锁的获取和释放 有时候也被叫做上锁和解锁 在不同的语言或者操作系统中 通常会用到不同的锁的实现 比如CR加或者GO中的Mudex护制锁 Java则允许使用Synchronous的关键字 来对某个函数对象或者代码块上锁 但更底层一些 我们甚至可以调用操作系统的API来实现锁的功能 其他的你可能听过的 还包括自选锁 读写锁等等 总而言之 锁的核心概念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记住在访问共享资源之前上锁 并在结束之后解锁即可 修改并行程序 可以看到这里输出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1000万 虽然这是一个样力程序 但还是要强调一下 频繁进行加锁和解锁的操作是非常低效的 这样会完全打破现成的并发执行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成中创建一个临时变量做计算 然后再将最终的结果累加到全局的共享变量中 这样只有最后一个操作需要同步 而现成的主体依然能够并发的执行 另外在使用锁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 多个锁的嵌套使用 很可能导致现成的死锁现象 比如这里有两个现成和两把锁 现成1先获取锁1 然后再获取锁2 现成2刚好相反 先获取锁2再获取锁1 如果这两个现成同时运行 恰好现成1先获取了锁1 然后现成2获取了锁2 然后现成1继续执行 由于锁1被现成2占用 所以现成1会被阻塞 同时由于锁2被现成1占用 所以现成2也会被阻塞 于是现成1和现成2同时被阻塞 也就造成了现成的死锁 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上锁的顺序 如果我们让所有的现成都按照同样的顺序上锁 其实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 不过实际程序可能远比这个复杂 每个现成会用到不同的锁 并且加锁和解锁的操作 分散在代码的各个角落 所以另一种做法是 干脆就使用单个锁来保护所有的共享资源 并且仅仅在访问资源的时候再去上锁 虽然这么做会损失掉一部分现成的并发性 但好处在于程序的逻辑会更加清晰 更容易维护 讲到这里 我们就顺带提一下部分语言支持的 Atomic语法修饰 这是一种不使用锁 但依然能够解决资源竞争的方法 比如像之前简单的加减操作 在机器内部会直接翻译成硬件支持的原子操作 也就是说指令已经是不可拆分的最小步骤 因此不需要同步 它的效率通常比使用锁更高 另外建立在锁之上 线程中还有其他更复杂 更高级的同步机制 比如信号量 条件变量等等 虽然它们也可以用来保护共享资源 但是更主要的用途是在线程中传递信号 比如使用条件变量 你可以让线程进入等待 直到某个条件成立后再继续执行 这个条件可能是网络资源被成功加载 或者某项数据准备完毕等等 而信号量则更加灵活一些 你可以先让所有的线程进行等待 但在同一时间内只让特定数量的线程被唤醒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车间工人需要对零件进行加工 零件由传送带一一送来 如果当前没有零件时 所有工人都需要进行等待 如果当前有三个零件被送达 那么只有三个工人可以进行加工 其他的工人则需要继续等待 这里的工人就像是线程 而零件就像是他们正在等待的信号量 考虑到篇幅长度 我想在后期视频中再向大家详细解释信号量 和条件变量的工作原理 因为它们很容易和锁混淆 但实际用途却完全不一样 希望大家看了这期视频 能够对线程和线程同步 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罗斯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